注意看,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 想象一下,一个怀孕的女人被杀害后 尸体封在铁箱里,还被泡在河里几个月 尸体被拉出的那一瞬间,会是什么味道呢? 亲爱的旅宝们,晚上好 新年夜频道之怀孕女孩被杀抛事案来了 时间,2008年6月21日 地点,江苏省泰州市某高速公路下的一条河流里 村民老王一大早就出来干农果 中途休息时 被岸边一个一米多长的铁皮箱子吸烟住了 庆幸今天运气不错的同时 自己早已来到跟前 可接下来的情景,让他瞬间压麻呆住了 一股热流顺着裤管直涌而下 反过神的老王赶紧回家报了警 接到报警,办案人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现场出了一个破旧的蓝色铁箱 周边无任何可疑东西 经过初步的检测,铁箱内部装有一具女性尸体 腹中还有个小孩 尸体也已经出现高度浮化 连办案多年的老刑警看到这幕都不禁说出这番话 这是我从警以来进入的非常恶性案件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害虫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了尽快找到真凶,警方开始逐步侦破 一般这种抛尸案,找到尸员就可以很快将其侦破 可这次貌似没有警方想象的那么容易 通过警方前期的走访调查 他们在河流上面的高速路上找到了线索 通过桥栏杆一流下的碰撞刮痕确定了桥面的抛尸地点 那么也就可以基本确定嫌疑人士自难向北驾车行驶 走到桥上时靠边抛尸 既然在高速路进行抛尸 那说明尸员一定不远不近 得到这些线索后 警方制定了两套破案途径 一是对高速上当时行驶过的车辆进行排查 二是对受害者的身份信息寻找线索 虽然当时是2008年 可这条高速路的日军车流量就已经达到几十万 如果需要排查大概抛尸的时间段 那车辆数量就会更加巨大 可尽管如此 警方还是不敢马虎 没日没夜的对高速监控进行排查 希望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价值 可最后还是事宜愿位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以抛尸地点为中心 对周边的曲线进行排查走访 希望能找到受害人的身份 可因尸体的长时间浸泡 有正直下级 身体组织都已腐坏模糊 除了DNA可查外 关键的外貌 指纹信息是根本得不到的 警方只好通过头骨大概描绘出受害人的大体外貌 然后印刷出大量协查通报 发往周边地区 以此方法来得到受害人的信息 可转眼间12年过去了 警方没有得到 排案就这样成了血案 直到2020年 公安部在全国成立了云界行动 希望通过此行动能对之前的一些疑难杂案和悬案进行侦破 其中这件抛尸案也在其中 之前由于技术手段落后 受害人的信息无法找到 在12年的发展后 公安部的技术手段已经达到高端 技术员通过对之前遗留下来的组织 成功得到一套指纹 在不断的比对后 警方在档案库里成功对比到一个前科人员 汪梦 该认为安徽宗阳人 之前由于赌博被警方处理过 这样才留下指纹信息 当时是一个星期六 我们正在开这个案件的开这个会 我们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提出就是说 采取一个情况 通报一下 使者声明明确了 当时我们第一反应 这案子就破了 因为搞刑证的都知道 这种命案就思源明确了以后 破案就很快了 信息是下午三点出来的 为了能马上破了这个悬案 下午四点 警方就立马前往受害人的老家宗阳 来到这里 警方了解到 受害人家里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父亲 以及两个哥哥 可面对突然到访的警察 这两位哥哥貌似并不欢迎 直接打电话拒绝警方的询问 同时还说出自己妹妹在十多年前 已经死于公外冤了 不需要麻烦警方 听完这一情况 警方立马有了精神 受害人在之前的尸检中 可以知道 和他哥哥们说的死于公外 是完全相悲的 难道他的哥哥们是犯罪嫌疑人 如果不是 那又是谁将此信息传递给哥哥们呢 为了更好地了解到情况 警方立马驱车来到两位哥哥的家中 面对突然来访的警察 哥哥们也是很生气 并不想多说什么 只想他们快点离开 面对家属的抵触 当地派出所耐心的说明了厉害关系后 兄弟俩终于放下了包袱 向警方说出了一位无姓男子 并表示妹妹难产死亡的消息 也是吴某告诉他们的 经过进一步的了解 警方还了解到 吴某和受害人是属于恋人关系 感情已经到了可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吴某却是已婚人士 原来吴某一直是靠跑长途来养活一家老小的 他还有着洗头按摩的爱好 久而久之 就在洗头房认识了洗头妹汪某 没多久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到2006年就已经开始同居 期间汪某还带吴某回家看了哥哥们 可直到2008年 妹妹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怎么也打听不到妹妹的消息 此时的两位哥哥也开始担心 带着亲戚几人来到汪某工作地进行寻找 由于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地点 众人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大海捞针 他们只能在一些茶馆或者公共场所进行查找 经过几天的寻找后 他们意外地找到了妹妹男友吴某 面对突如其来的汪某家人们 吴某好像早有预料 专门准备了一大桌好菜好肉 期间告诉了他们汪某是因为大叔血死亡了 还很道歉地说出自己在没争的你们家人同意后就进行了火化 可面对吴某的口说无凭 受害人汪某的哥哥们为何会相信自己妹妹是死于公外运的呢 可即便如此 那火化在当时也需要当地派出所的证明 那两位哥哥为何不向吴某进行索要呢 一系列的不寻常做法 让警方察觉到不对 在犯案民警的反复追问下 两人也终于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原来他们一直不去自己确认这些信息就是因为钱 当时家里有位老父亲 年纪大了本身兄弟二人没什么经济来源 吴某也同意拿出五万元 记性不长 就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之后两家人再也没有联系 得到这些关键信息的警方 当天就回到所里 对之前所有的信息进行总和 警方了解到吴某在2008年就已经在跑长途运输 那他肯定有自己的货车 以及对周边高速路很是了解 果然警方在当年的高速监控数据里发现了吴某卡车的信息 同时也在案发期间发现了吴某上高速的监控 种种迹象表明吴某有着重大嫌疑 2020年5月24日 警方集结多方力量 在无锡的一个工厂里找到了吴某 最终演绎了12年的嫌疑人吴某在无锡落网 一开始吴某是拒不交代 称自己是良好市民 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面对警方拿出的一个又一个证据 吴某交代了 这件尘封了十几年的案件 在吴某的交代下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原来在2008年6月15日 他将受害人汪某用绳子勒死后 放入铁箱中 并在第二天晚上 用自己的大卡车运送到江燕境内的高速桥上 随后将箱子抛入河中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铁箱会有浮出水面的那天 原本恩爱的两人为何会走到这一地步呢 据吴某交代 其实自己在认识汪某之前 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可由于自己喜欢光顾点洗头发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汪某 二人也慢慢心生情愫 随后二到三年间 吴某就开始包养起汪某 在自家小区还给汪某租了一个房子 每天白天和他私婚 晚上就要回家 几年间没有出现任何状况 久走夜路逼闯鬼 突然有一天 汪某告诉吴某自己怀孕了 他并不想一直这样被吴某包养下去了 想让吴某快速离婚 来明媒争取自己 可一开始 汪某就是本着玩一玩的心态 根本没想着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两人因此是经常发生争吵 每次都是不放而散 直到2008年6月15日的中午 汪某在家做好饭菜 让吴某来家吃 期间两人再次因离婚之事吵了起来 喝了点酒的吴某很快和汪某扭打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吴某就将汪某掐死 事后丧失理智的吴某为了确保汪某已经死了 继续在汪某的脖子上系了一根电缆 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到家和妻子儿子吃晚饭 到了第二天找了一家铝合金门店制作了一个铁皮箱子 当日晚上驾车抛尸 以为这样就可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难道他真的能过回正常人的生活吗 据他吴某交代 由于当时大儿子已经20岁了 需要上学 结婚生子 自己也十分清楚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为了不让家庭遭受影响 于是在事后的第二日 他便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随后独身离开了自己的家 来到了这个厂里上班 每天晚上经受着噩梦折磨 或许 这次的落网也是一个解脱吧 这次的落网也是一个解脱的